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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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白竹大虾 油焖大虾 早就吃腻了 爱吃虾 会吃虾的创意达人 带来大虾美味时尚新吃法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一种虾的新吃法 保证你以前没有吃过 香浓培根搭配弹牙的虾胶 带来口感丰富新体验 大厨用虾球搭配咸蛋黄 酥脆浓郁 颠覆您大虾做菜口味寡淡的咕有印象 我来一次呼喷 量大过瘾的 花样吃虾 别要美味 敬请期待 哎呀 又是这个白酌虾 蘸点醋 加点酱油 顶多加点姜花和葱花 特别发胃 特别无聊 特别没意思 是吧 就白酌嘛 顶多加点盐煮一煮 没有意思 但我知道 我们今天要来一位达人 他说了 他特别会做虾 今天要把虾做出一些新的吃法来 特时尚 而且我还知道您看以前当过大厨 人呢 健健 嘿 来吧 我们 哎呦 熟人啊 马大厨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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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看过大厨是吧 对对 曾经是 那你改房够年轻的 入得比较早 来打一招和认识认识 大家好 我是查士林 早期是在酒店里面做厨师工作 我平时比较喜欢吃虾 今天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虾的新吃法 你以前就是这么瘦吗 以前我是有八块腹肌 现在压力大了 反而减少了一些锻炼 人家以前当大厨的时候八块腹肌 现在当大厨的时候一块腹肌 是吧 所以特别注重就是自己的饮食 对对对 会多稍微注重一些 马大厨呢 是做虾的高手啊 是 来跟大伙打一招 大家好 马建廷 很高兴又见到大家 非常擅长做粤菜和各种柔和菜 我是现役的大厨 你刚刚说你今天做什么来着 带一个新吃法 香煎培根虾娇 除了这几个字是硬拼在一块算心的以外 这里面所有的食材我都吃过呀 其实就是一个把不同的食材搭配到一起 它同而成成的一种口感 更具有一个符合性 包括味道 包括一些酱汁等等 你是不是就是特别能说你不会做 你这身材一看不像大厨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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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告诉我你要给我做一个新吃法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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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开始动 我们看一看你在步骤上有什么样的新意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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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把这个虾简单处理一下 需要把那个虾头的虾枪和眼睛去掉 为什么 因为一会儿我们要把这个虾头留在另有妙用 是吧 然后它那个脑子里面虾包去除 是的 是的 在厨房专业是这么干吧 是的 是的 是吧 很专业 然后我们接下来需要把头和尾去掉 一会儿留着做虾油使用 你开个活 OK 好 因为我知道生活在很多港口的妈妈 家里面都有一个虾油 就是拿这个虾头熬的 对 搁点姜 对 是的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熬虾油的时候 我是先下的姜 然后简单地和虾头炒一下 能够去一些腥味 等到焦香一点的时候 我再下放剩下的虾壳 然后小火 差不多需要小20分钟的时间 这个时候我虾油就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可以再做点别的 OK 好 我帮你搅一搅 今天我们打虾胶的时候有一个小诀窍 一腌 二拍 三舵 四角 你说一腌 你是又忘了腌了 对 是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 来来来 我们有一个小碗 大一点的碗 大一点的碗 需要大一点的碗 然后我 给它腌一下 对 是的 然后我需要有一点盐 加完盐了 帮我拿一张手套 来 我需要把这个 对对对 然后清洗一下 来 OK 我之所以用盐 是因为盐的摩擦力比较强 容易把那个虾的表面的污浊的一些东西给带走 盐 对对对对 洗了个盐水早有 然后我现在把水给倒掉 好 它那个方法非常好 就是上海在咱们做那个水晶虾仁 上海师傅就拿大量的盐去搓它 搓完之后拿清水冲一冲 先用盐 然后摩擦力比较强 然后用生粉依附在虾表面 然后随着水一冲就全部带走了 刚才那是一个盐水浴 对 现在是真的面膜 我们把洗好的虾把水分吸干净 那虾油那边我看现在已经出了红油了 对是的 已经开始出一些虾味了 这个需要放进去吗 对对对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剩余的虾壳倒进去 好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 做虾胶的第二步骤 拍 用刀身拍下虾的身子 然后我们需要用刀背剁 三剁 对是的 用刀背 刀背来砸 对是的 我们之所以用刀背砸 这样的虾的组织不容易完全破裂 它会黏黏在一起 这样我们吃来的虾肉的口感呢 也比较更弹牙一些 也比较更上劲 然后接下来我需要用第四步搅拌 现在这个虾壳成为什么状态了 马大厨 很揪了 香味也已经出来了 颜色呢也变得很红了 这个时候我们基本就可以关火了 好 接下来我们需要处理虾胶的一些配料 好 首先我加入一些香情粒 然后我加了一个神秘的调料 一点都不神秘 芝士嘛 片 对是的 我芝士为加芝士 是因为是它富含高蛋白 尤其是在健身的时候 比较能够补充能量 然后它的热量呢 也不是那么高 所以就会加了一些芝士 然后我需要加一些盐 然后白胡椒 一点蛋清和生粉 然后我们朝着一个方向打 这样的话下胶就基本完成了 能看见它上劲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处理 它的两个关键食材 培根一开二 然后是切一顿火 我们找一面 是和它宽度比较相仿的就可以了 我们差不多需要两片 我们接下来就需要开始操作了 我们在表面上 撒一点点薄薄的生粉 能够锁住虾的一些水分 对对对 然后吃起来的话 口感更润一些 就是因为这个里面有水分嘛 如果直接放在培根上面容易跑 对 要粘连上 对成形 以及锁住水分 三个大老爷们吃饭 然后你弄这点 是不是显得有点太秀气了 如果好吃 我下次还给你做 一次不能喂饱 然后我们需要 放签豆腐 马大厨 这道菜 这道菜你观摩到现在为止 你觉得它的难度在哪里 一个是当刚才它切的时候 用刀背砸了 砸得不要太细腻 不能太细腻 对 是吧 搅拌的时候 要放入等轻啊 生粉啊 顺着一个方向 不停地搅拌 对 让它自然成劲 对 它那个胶的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没错 下一步是煎吗 对 是的 下一步准备 我们就开始去煎它了 然后我们可以用 刚才炼虾油剩余的一些油底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一点色拉油去煎它 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做的虾胶 培根的一面放进去 因为培根西乎是熟的 但是不能直接吃 稍微给它热一下 是的 我们下进去之后 可以先用中火 等到表面上开始有一些上色的时候 感觉到能够闻到培根的香气的时候 我们就换成小火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给它翻个面 对 OK 这个时候就比较明显了 培根变瘦了 对 然后我们给它翻个面 好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虾胶的两面 然后再煎一下 就像我们煎牛排似的 然后把它的侧边 也让它快速地锁度水分上颜色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刚做好的虾胶 让它自然冷却休息一下 它为什么要休息 它不就是直接进我嘴巴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直接去切它的话 它里面的汁水容易溢出来 这个时候它的鲜味就容易失掉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些酱汁 那你先休息一会儿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点香芹 一点生抽 看它的原味先酱油 对 然后我们来一点醋 少来一点蚝油 喜欢吃辣的话可以加一点小米辣 这个时候我们的关键的一个调味之后就来了 虾油 虾油现在要割了吗 对 是的 是吧 它终于派上用场了 对 是的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才割虾油呢 因为虾油只有在最后的放的时候 它的香味才能完全体现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它搅拌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修一下边 让它更完整一些 OK 我们这时候可以给它切成块状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码放在盘子当中 然后 你看这么一摆也显得量不是很小 是吧 对 稍后呢我还会用新鲜的芒果还有白香果 做一个新鲜的水果酱汁 水果酱汁来蘸这个 对 是的 来 OK 然后我需要的芒果在这边 芒果 青芒 白香果 OK 好 为什么只选这两个呀 因为本身这两个 一个是提酸度 一个是提香度 还有甜度 这两个融合在一起的话是比较搭配的 它不仅仅适用于一些口味比较清新的海鲜 也比较适合一些沙拉 现在这个酱汁就OK了 就可以了 其实国外经常做果酱这么做 对 加点糖 然后熬夜 对对对对 可以吃了吗 可以 现在可以 好 来 咱们尝尝吧 好 OK 我先浇一点点这个甜的酱在上面 可以 我尝尝它那个 果酱 酸甜口的还真的和这个咸鲜口的味道不违和 再尝尝尝这个咸鲜口有点微辣的这个酱料的味道 但是味道很好 三个大老爷们儿你弄这点是不是显得有点太秀气了 原谅一个半是吧虾油多一勺也不给 你也太克制了吧 量是香味感 但是味道很好 就是它这虾胶本身的那个含的感觉 做出来的 还有那个培根的那个香气进去了 对 让就是一个虾吃前没有那么寡淡 对吧 但是没有任何肥腻的感觉 这两款酱各有风格 你看这个蘸汁里面这个虾油淡淡那么一点 一小勺 对 但是提鲜了 对吧 是的 这个果酱我这个我喜欢 我这直接就存起来 然后咱凭着抹个面包也行 可以 关键现在冬天吧 因为这个特别有夏天的味道 热情的感觉 对 实际上让你有点驱除冷意 驱除寒意的感觉 是的 不错不错 林添加三重鲜换个好味道 泰特的原味鲜酱油系列 喊您回家吃饭 首先我们把虾仁放在碗中 然后加入少量的盐来进行揉搓 清洗干净之后 加入少量的生粉 抓匀 再用清水洗掉 控干水分 把虾仁放在砧板上 用刀心拍碎 然后拿刀背砸碎虾仁 把虾仁包括香芹粒 芝士粒 蛋清 盐 胡椒粉 一起放入容器当中 朝着一个方向打上劲 培根一开二 现在对我切成 和培根差不多大小的片 接着把虾胶平铺在培根上 上面再铺一层千叶豆腐 把剩余的虾胶平铺在表面 四周都修正好后 放入不粘锅 四面煎至金黄色 就可以了 要想做好吃一道菜啊 还有俩小窍门 您记好了 第一 想要虾胶 好吃不腥 得用盐搓起虾仁 薄准干净白嫩 还不腥 第二 虾胶和培根层 捡起来容易散 别急 中间撒上一层 薄薄淀粉就能解决了 这两点 您都记住了吗 刚才达人给我们 普及了很多 关于虾的知识 那关于虾 还有哪些知识 我们必须得掌握呢 今天的厨房科学会 告诉您 欢迎来到厨房科学会 大家出去买虾 经常会听到 鸡围虾这个名字 乍一听 好羊鸡的名字 以为是个外来品种 其实鸡围 是个彻彻底底的中国造 想当初广多沿海渔民 为了防御水患 在近海的田地周围 修筑了低围 有一种虾 喜欢在前海区生活 当长潮的时候 就会爬到那些 平缓的低围里产卵 渔民们发现了 它的习性后 就拉上渔网 来等着虾儿们自投罗网 发明了围鸡养殖 用时机围起来养殖的虾 就叫鸡围了 关于鸡围虾的知识 您都明白了吗 下次的厨房科学会再见 咱们调这个面浆糊 加入生粉 面粉和泡打粉 它的比例是这样 1比1比10 1等 考考你 你不是看过厨房吗 来 什么跟什么 人家这个创新 亮相 精致 细腻 我来一次呼框 亮大过瘾的 可以 什么 好吧 来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 黄金苏米炒虾球 黄金苏米炒虾球 是吧 听起来就感觉热乎起来了 对 还有能量 那还是用咱们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道虾是用海虾做的 你看 就有拳头 是吧 所以说吃我这个虾会更过瘾 更弹牙 这是我提前腌好的 怎么腌制 这个腌的话就是提前给它化完之后 加这个鸡蛋 包括生粉 完了给它搓 搓完之后就出这种效果了 不洗 要洗一下 完了 我们最主要的是 我们腌好之后 大家可以看表面有一层油 我们会拿油给它封起来 防止它的氧化变黑 是吧 腌好之后 我们会放置一宿 让它完全的这个纤维呢 给它膨胀起来 今天呢 这个带来的虾呢 就是这种感觉的 麻辣厨破废了 没有 您客气 接下来呢 调这个面浆糊 你帮我做一点油 这个糊里面呢 咱们的加入三种 一个是生粉 面粉和泡打粉 这个是我提前调配好的 它的比例是这样 1比1比10 1等 考考你 你不是看个厨房吗 来 生粉跟什么 你的生粉和泡打粉 10的面粉是吗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是吗 是的 是的 为什么要这个比例 因为呢 如果你生粉太多的话呢 它呢就会比较硬 面粉炸出来呢 才是更酥更软的 然后呢 有泡打粉 给它一点泡的那个感觉 对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这个调这个面糊了 用了一个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你猜是什么 秘密武器 我没在这方放啊 对啊 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一个呢是让它扎过来更脆 同时呢 让它更滑 正脆 我知道呀 我当然知道 你说 油 色拉油 是吗 是 真的正确 来 去色拉油 老板还藏起来了 你看 让它都说出来了 为什么是色拉油 能够让它更滑更脆呢 加这个油的作用呢 是主要能让它这个户里面 在炸至加热的时候呢 让它充分地膨胀起来 加速的膨胀 咱们让它也是在旁边休息一下 让它发酵 大约在五分钟左右 同时呢 做一锅开水 咱们把虾仁呢 给它飞一下 先测个预处理 好 虾熟了 咱们给它倒出来 我把水倒掉 咱们把虾 给它放在一边 完了 现在油温已经上来了 上来之后呢 咱们把玉米粒倒到碗里面 完了 咱们蘸干的脆浆糊 咱们把它放入干的脆浆糊 待会也让它炸出来是脆的 是吧 你看 今天又揭露了一个秘密 我就说为什么 我在家炸玉米炸不脆呢 好 咱们静止一下 完了 咱们开始炸虾 把虾肉呢 放进去 咱们开大火 放入裹好面浆的大虾 大虾 走 这样好漂亮 很快速就像它 雪球啊 对 我有点想到了 炸糕的感觉 还真是像炸糕 对吧 是 膨胀起来 对对对对 它不谦虚了 下去呢 先不要动它 让它定一下形 保持大火 免得它的油呢 吸进去 这样炸出来呢 它不会太腻 因为咱们这虾仁呢 已经飞水成熟了 只要下去之后呢 炸上颜色就可以 这碗已经好了 咱们给它捞出来 对 颜色已经非常漂亮了 是 金黄色 对 金黄色 所以 一定要共滑油 所以 帅哥这么 要注意健康 咱们一定要做健康食材 对の 这才叫瞎仇啊 是不是 拳头大的虾仇 对对 他们每看都在奔跑的感觉 对 对 吃完之后呢 咱们开始炸玉米 因为玉米粒呢 有水分 所以说炸的时候呢 不要放太多 太多的话是不是容易爆 太多的话 它容易溢出来了 这个是不是也一直要用大火 对 一直用大火 不要转小火 看呢 它已经浮起来了 同时呢 声音越来越小了 咱们给它捞出来 表面已经开始上色了 对 捞出来 咱们把油倒掉 还是要用底油炒 对 来 直接把它倒出去 咱们锅里呢 放少量的油 咱们放入呢 提前打好的咸蛋黄 就是把它压碎 对 压碎 给它打开的 打散的 油温千万别够 给它炒粉沙了 味道可以出来了 对 很香 咱们呢 少量的放一点点盐 糖 胡椒粉 还有太太乐鸡精 继续炒它 这时候呢 咱们放入炸好的虾球 我一直说炸好的炸糕 它真的就是 太香了 对 对 对 特别像 太香了 还有玉米粒 以及准备好的酒黄碎 酒黄在最后撒在上面 其实就跟咱们平时撒的葱花一样 是 是吧 只是它跟虾更搭配一些 对 给它翻均就可以了 让它均匀地裹上 咱们把这个直接装盘就可以 大菲 这个可以吗 看着 可以 解馋吧 特别解馋 看着过瘾吧 特别过瘾 这刚才是精致的感觉 现在呢 把这种豪棒的感觉体现出 其实这就是两道菜 它应该呈现的方式 最后再来点 对 可以了啊 可以了 来 我们尝菜了啊 咱们试试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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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又给你一些个牙齿的讨好 它软软的感觉 对吧 然后味道呢 就是咸 鲜 最后那个就是那个咸蛋黄 一下在口中迷茫开的时候 那个浓的 很浓郁 很浓郁 一下就出来了 是 是 是 对 对 对 吃到究竟大的虾好爽 就是爽 对 对 对 一个字爽 而且它那个虾的口感就很弹牙 对 对 对 它跟白虾的感觉呢 就是完全不一样 对 对 白虾就很软一些 它这更硬一些 更紧实一些 林添加三重鲜 换个好味道 泰特的原味鲜酱油系列 喊你回家吃饭 黄金苏米炒虾球 首先呢 把这个虾肉呢 先给它飞水 飞熟之后呢 给它放入这个调好的脆浆糊当中 放入高油温 一直开大火来炸它 脆浆糊的比例呢 是泡打粉 生粉 1比1和10倍的面粉 还要放入少量的调和油 这样炸出来的脆浆糊呢 更酥脆 同时呢 玉米粒呢 包裹干的脆浆粉 炸出来的玉米粒呢 会更脆 更酥 炸完之后呢 锅中放入少量的油 来炒这个咸蛋黄 用小火给它炒至反沙 再加入盐 鸡精 胡椒粉 糖 调好味道之后呢 翻均 最后放入切好的九黄碎 这道菜就做完了 我再提醒您一下 这个脆浆糊的比例呢 是生粉 泡打粉 面粉 1比1比10 吃完这个特别豪放的 上次来头是不是准备在量上 一定一定 是吧 量上 但是步骤不能成 因为刚才那个步骤 包括烹饪里面的一些技巧 的确让我们学习到很多 今天是走梦氧戏派的 一个是走豪爽派的 但是今天给我们带来 一个特殊的感觉 就是虾 原来可以变着发的 吃出很多的时尚感来 对